圆标题 对他十分的宠爱 他自有顽皮任性 不读圣贤出天天 却只想着玩 根本不是做皇帝的样 在洪志皇帝的脸红带片之下 才答应继承皇位 历史对诸后赵的评价 趋向于两种极端 一种说法认为 诸后赵是个典型的昏君 在位期间建报房 广罗美女 不理朝政 致使大明元气大商 在对蒙古小王子之战中 诸后赵也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成绩 然而另一种说 法则是诸后赵虽然玩心很重 但是却英勇善战 刚毅果断 是个帝王之才 尤其是在对蒙古作战中 以少胜多 兵出其谋打败了小王子的进攻 因此被尊为武宗 但实际上 这两种说法都不能全系 对待历史人物我们不能脸谱化 对于正的皇帝诸后赵这位 饱受后世争议的一国之君更是如此 诸后赵自身肯定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腾丸心众 对国舍不上心 听不尽忠言逆耳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定 诸后赵是一个官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诸后赵虽然不听直言禁见 但是他却并没有因为官员惹怒他 而大开杀戒 当年他到各地巡游完了 每经过一地 必要当地官员进贡客产 没想到遇上个硬茶子 回家拿了床铺麻绳和铺棉具送给诸后赵 并理直气壮地声称当地贫穷 只有这些了 爱要不要 结果把诸后赵搞得灰头土脸 最后连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此县 并没有因此为难县管 可见诸后赵心里清楚得很 虽然行为举止比较荒唐 但是他心里却不糊涂 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有点过分 这才忍住了脾气打道回府 因此从这一件小事上 就可以证明诸后赵并非归军 另外 在对蒙古小王子的战争中 虽然清朝史书上将诸后赵的功劳已比 抹杀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 就可以知道诸后赵 之所以被尊为武宗 不是没有原因的 几十万人的大混战 诸后赵亲民前线指挥 竟然还大获全胜 这足以诸后赵在军事方面 是很有天赋的 明武宗的年号虽然为正的皇帝 但是听着 却好像有点像骂人 因为明武宗虽然能力突出 但是德行却一点都不正 据史料记载 明武宗好女色 在宫中建立起一座豹房 将美女与豹子养于其中 完残豹子便与身边的美女同床共振 明武宗甚至还下令各地广计美女 甚至连有妇之夫和孕妇都不嫌弃 看高了中原美女 便从外国进口美女 其生活之荒淫 采明朝历史上 血实独一无二 后世对于明武宗之死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是奸臣江兵想要篡尾 在正德皇帝巡游途中 趁机将其推入水中 自此一并不起 还有人说 可能是诸后赵身边人趁他生病之时 下毒害死他的 当然 有一些历史专家给出的解释是 正德皇帝年少时期荒淫无道 天天与美女循环坐了 就是铁打地身体也经不住 年纪轻轻便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尤其是暴房的建造 更使得诸后赵沉迷其中 最终在落水之后一并不起 正德十六年1521年3月 明武宗诸后赵驾崩于暴房 享年三十一岁 在位十六年 妙号武宗 世号成天打倒英素锐哲昭德 显攻洪文思孝义皇帝 葬于康陵 参考文献 明实录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